印象派大师莫内的油画运用现代科技让名画动了起来 还有透过AI技术生动的还原泛古字数升平 1874年印象派大师莫内的《印象日出》 在巴黎独立展览中首次展出 掀起艺术史上的革新浪潮 印象派150周年光影艺术展 结合经典画作与现代科技 让观者用不同的角度感受印象派画作的艺术之美 那前两年我们举办了会动的文艺复兴 创造了一些不一样的展览内容之外 我们这次特别利用印象派150周年 我们打造了更不一样的这个沉浸式的体验 包括我们打造了一个可以媲美欧洲博物馆的一个画廊 那第二个场区呢 我们是把巴黎的歌剧院用同样的造景 用光影的方式来呈现 第四区呢更特别 我们打造了一个直径15公尺 高度4米540度的沉浸式的投影 这个构想呢 是来自于巴黎的环形这个菊原美术馆 菊原美术馆里面就是把墨内的画作 整个用环形来表现 我们这次特别打造这样一个空间 应该是台湾第一次这样子举办的 印象派画作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强调光跟影的变化 捕捉光影变化的美感 那用沉浸式体验呢 可以更好地把这样的特色表现出来 同时呢 经过会动的这样子动画的一个处理 可以让观众呢更沉浸在里面 尤其是对画作不是很熟悉的人 他看到这样的题材 他更容易融入其中 展览分成四大展区 第一展区黄金印象 以图片影片圆寸仿真画作 及AI还原范古等多元方式 带领观众认识最具代表性的画作画家 第二展区《花都风情》 重现巴黎歌剧院的光影剧场 由马奈、窦家、雷诺瓦等画家 将当时的生活百态一一入化 第三展区《光影之舞》 将印象派光影元素在巨大的进屋中 如梦似幻地展现出来 第四展区《四季之歌》 观众将在仿造巴黎菊原美术馆的原型展厅中 透过沉浸式的体验 感受名画中美丽的季节与景色 我们这次的内容是跟欧洲的内容商合作 我们跟36个博物馆、美术馆 分别取得200多张印象派名作的授权 再把这些画作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可以讲说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欧洲人对印象派的理解 其实是比我们深入的 所以包括在光影的应用 在动画的应用 在音乐的应用 还有我们场地空间的一个设计上面 应该都有很独套的不一样的 跟过去展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应该是可以让大家得到耳熟共享 这样的一个体验的 虽然是用四个不一样的主题 下去去给大家做介绍 但同时也是希望 用这样四个不同的呈现方式 来去呈现我们在印象派时期里面 每一位大师的诸多画作 以及诸多作品 首先第一个是想要介绍我们的展览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 因为印象派这个主题 它其实不是很常见的 那我们印象派150周年 首先第一次我们分成了四个大的主题 第一个大的主题 将会是以黄金印象为一个主题 用我们的复制化 也用我们的影片 下去去一比一的还原每一个画作 不管是我们的范古 莫内 雷诺瓦 秀拉 等等的印象派的画作 都会在我们第一个展区 下去做呈现 那它其实 看完了之后也发现 我们的策展模式 其实非常像是我们欧洲所有的博物馆 美术馆所呈现的方式 第三区的部分 我们的主题叫做光影之舞 它主要表达的其实是以 范古为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点 那大家也知道范古的画作 其实都是偏向于是很像是一个梦幻的情景 当梦最后醒来了 就会是进入到我们第四区了 第四区将会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主轴 会是一个环形的同影 以一个圆形的模式下去去表达印象派所有的画作 那我们最后就是希望大家在参展的时候可以坐下 或是说用你自己喜欢的参展方式下去去做参展 让你自己也活在这一个画作里面 让你自己可以真正的沉浸在这个沉浸式展览里面 3 2 1 请节目 展览还特别制作一幅高4公尺宽5公尺的立体还原画致敬墨内莲池 以最新科技还原展现墨内画莲的油画纹理笔触与层次 不仅可以观赏也可以用触摸来体验画作 我们认为艺术是要大家都能够耳熟共赏的 但是我们觉得有一些朋友因为生理的限制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体会到艺术之美 特别是四丈的朋友 所以我们就跟我们国内的一家高科技的艺术公司合作 用高度还原的立体画作的一个方式 打造了一个高4公尺宽5公尺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巨幅的画作 可以让观众近距离的看到这个油画里面的这些纹理之外 你还可以伸手去触摸 尤其对四丈的朋友 他可以感受到那个温度跟那个厚度 他有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推动这样的艺术平权的事情 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艺术之美 印象派150周年光影艺术展 即日起在华山文创园区展出至2024年4月7日 邀请观众穿越时空 体验画家捕捉刹那及永恒的感动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